永逆天真 所謂的更生叫做更換生命 永逆天真 所以我在這十年以來 我在國內也好 國外也好 有很多 他就是 喂 有這個 很 我想我印尼 印尼三世以前 我去印尼他已經48歲了 你說他老實老實你看看 他已經48歲生三個女孩了 啊 到底是 要求事要怎樣 國務實際上求事的部分很重要 就是要求文昌 但是求文昌 我們想這個經驗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先填 叫什麼 先填送白骨 你要把軍心的背後填到先送去 如果像這個軍道來說 如果懷疑 你如果老闆的話 也不可以啊 也就不是 再第二個 洋宅的部分必須要說蟹蟲 因為洋宅的特殊 其實你都在做什麼 不要給他主 實際上 你要說 真的你 你的入住店裡面 給他主裡面做沒有這個名 他是在我們道教裡面的五世之一 春世 夏世 秋世 東世 四季世 叫做中流省 他中流省他不是說在管我們的蟹蟲來領 所以我們一般環境主義 大家都知道說 要做蟹蟲 蟹蟲蟲拜中二世 實際上是相當的錯誤的 真正的要蟹蟲叫做皇天的後土 有蟹蟲 要蟹蟲才是 另外就是說 所以說你要求蟲進前 第一個就是說 先把揚蟲裡面的蟹蟲 就是說先把蟹蟲安鎮裡面 再來就是請武方正在 能鎮守在我們的揚蟲裡面 再來第二個再做蟹蟲 第二個再做喪蟲天告 第三個在什麼 求預防求蟲蟲 所以蟹蟲它有一個科 所以蟹蟲可以 所以蟹蟲可以 我今天有帶我的錢 文章你給你看看 我給你們看一下 好 今天就是結緣 給你看看 所以我的過關心 就是說 像這個一個程序 這樣做以後 文章最後一遙 感妙 就是 十二月 二月份求蟲到 我說可能七月份有一個機會 所以你自己要保護 一份做懷疑 請懷疑 請懷疑的時候到第二年 到第二年的三月 到第二年的三月 我很會看 他來到香港的時候 下去看法 下去做這個事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在演做科技的部分很重要 比如說我們這些都是經典人 這些都是大家都是一個精英 很重要的我們宣傳 一個政道 並有問題 如果你們叫我們的團團 你看 拜四千年牛 拜三千年牛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四千年牛 它是什麼 我們就是說 主是我們要求俗 重要是在這個部分 當然是 這個文章裡面有相當多這些情形 當然是 在文章裡面 文書我叫什麼 它有一個叫做 衛尾堡信物 衛防夫人 有一個衛防夫人 但是他沒有寫到 主生牛 我看這個文書裡面 沒有這個東西 我是研究古早部 我幫他拿來 拿來做年秀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我這兩天 長者也在說 我這裡主生牛 我會求 為什麼 我是覺得說 是很好 但是我感覺到好像是 不大對 所以我們今天有 研究的 我們有研究 做一個研究 研究 所以請我們 陳理事長就是說 研究文研究文 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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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是一個真正的道理的東西 所以我在民國八十年 我才從電視上 我一直在鴻雅 我一直在鴻雅說 你道廟就是要射獨家 所以那時候更重要的選擇是什麼 選擇我們是楊宅 楊宅的心本來就是開光動作 但是過去都沒有人家看 所以我們楊宅都說 啊 開燈破土 所以那時候我這個改寫說 破土是誰 祖先翁姓教在破土 因為這個破土是說自己酒 還有一支杯 人就是孟宅 比那時候存一個杯而已 所以叫做破土 所以我們楊宅叫什麼 叫做洞土 洞就是人不是在天堂 所以要火就要洞 要火就要洞 所以說一個破土跟洞土的東西 也沒有人解釋 所以我民國八十年 我已經說這個事情 現在你看電視在火龍的過頭 開光動作 火龍會要說 過去都說開光火龍 所以民國八十年的時候 我出了這個演講 我在講這個鬼 很多的意見都平常了 他說 阿天老師 我們不知道什麼 到底楊宅是要洞土 還是火龍 搞不清楚 他不知道說那個管理 所以說 我們原有金 金電的費用 我們一定要去生日 只知道說 金點是在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不要說一會兒 人家說 五花雄 這金魚 黑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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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是說 我們想這個金 投到會 他是在 這些 虎聖先賢 說老來的精英 他在教我們什麼東西 黃德基 研究 另外我們可以去創造文書 所以我說今天 看大會 貴賓大家這樣 很熱心 在這麼高中間 今天就出席 我看得很高興 我算說 本身是能夠 財書寫錢 我是對疫情 靠在這期 所以過去 疫情在電視上 就是我在 康應節目 就是我起來創造的 所以如果說貴賓 我在高雄 春天網 電視節目 我十二集 完全都是動用到 迫在一手 所以說過了 我實在這隻雞 不會 不會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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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東西吃不了 吃的東西吃不了 所以我想說 最主要是 我們藝術這種東西 我們必須要精通 所以今天 我有在教律師講 我們想這些金很好 因為你說 要生神生天 這個知道 非之物就是要受金 更重要 你們一律要學習疫情 所以我意思說 一律以天地神 不能一律以天地之道 所以天爹基督 就是通通在地上基督 所以今天 我們如果是做了結合 有一天 還是會 回去 我們總是八年前的房子都要回來 但是回去以後 你說要生神做被我們擺 人家說 拜仗拜仗 什麼神 什麼媽祖 什麼佛祖 請教人 帝主 有困難的 你也把他記錄一下 你沒有學疫情的東西 你如何指導 對不對 你不要打斷 要怎麼說 問題出題 你根本不知道 你幫他做什麼 做不定 沒有辦法阻力 所以 到最後 歸一之路 還是要歸到 易經總跟頭 易經是我們的中間 所以像我以前 我在電視節目 我在二十分鐘裡面 答覆 十四分鐘裡面 答覆二十個人 所以我的大部分都是幾秒鐘 幾秒鐘 所以實際上 我們如果是 有經驗這裡的東西 所以像我們 如果要第五個開票 就是要靠這裡最多 但是你說要斬斷 半開錢 一定離不開易經的東西 所以我跟總理市長說 應該 這個經驗門 應該是可以 從這方面 更加去發展 更加發展 所以今天有這個園 和大家來這裡結成 很感謝各位 祝大家 幸福明快 萬事途中 謝謝